距离音乐季还有一个月 学生会的工作就是确保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艾梅利需要让成员们好好调查 一年级学生的演出节目 这个重任就交给了浮夸的罗诺威和拉夫拉同学 但是罗诺威十分干脆拒绝此事 认为和自己相称的应该是更加华丽的工作 一直在做朴素的学生会任务让他已经到了极限了 罗诺威疯狂给拉夫拉喷香水 认为他太臭了 不应该出现在他的审美观中 艾梅利表示不会勉强他去做这份工作 但是这也是难得的好机会 和学生交流可是学生会的公开业务 艾梅利表示 借由这次音乐季为契机 让一年级新生可以认识罗诺威 他本想说这是个好机会 罗诺威一听有出风透的机会 瞬间态度大变 带着拉夫拉先去除臭 罗诺威已经被艾梅利吃得死死的了 他还在期待入肩在音乐季上会表演什么节目呢 一时之间又陷入了痴女幻想之中 不过幻想入肩表白就有点离谱了 罗诺威这边华丽的在一年级登场 上来就开始了自恋发言中 如果要拍照一个人只能拍六张哦 懵逼的一年级看到拉夫拉的说明 才知道是学生会 一组的表演是诗歌朗诵 把关于魔界的一些趣闻和传说编作歌词 以歌曲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并且可可的歌喉也超棒 感觉自己他们有胜算了 但是罗诺威认为超级土啊 他希望能加入更震撼人心的表演 让声音中弃足到可以吹爆气球的程度 故事也很俗套 还不如再仰慕自己的京剧中挑选 最好再加一点小道具 空中要有玫瑰 接着继续带着拉夫拉前往二组 如果为了你这座城堡我也能舍弃 万万不可呀公主 我们之间有着无法结合的命运 罗诺威表示自己来了所以没有关系 他认为戏剧真好 公主与忠臣之间不被允许的恋情 但是无聊死了 他想要更刺激让人颤抖的故事展开 比如让魔兽和公主融合怎么样 燃烧的城堡 公主和忠臣的恋情也一同急速升温 学生开始争论摇滚还是古典乐 罗诺威让他们吵架还不如看看自己 这最闪耀的恶魔大明星 被大家憧憬的大英雄 很快成员就和艾梅莉打报告 罗诺威正在一年级那边胡闹 还一边唱着很烦人的歌 认为这样好吗 艾梅莉表示他说过这是个好机会 因为平日的罗诺威不太会去接触一般的学生 如果不这样的话 一年级学生就跟罗诺威说不上话了 他问成员为什么罗诺威可以在学校肆无忌惮的行动呢 因为他有那份实力 他们心里肯定也明白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感受过被罗诺威支配的恐惧 因为那家伙可是 去年音乐记上统帅优胜班级的男人 作为未接舞的恶魔 在学业上让艾梅莉初次品尝败北滋味的家伙 艾梅莉认为他对一年级而言一定是很好的刺激 与能力无关 罗诺威的领导能力是货真价实的 被他影响的一年级学生们 他们所展现出的表演一定会更加有趣 成员反应投诉他的也来个不停 艾梅莉认为那个妈也是没办法的 罗诺威最后来到了王的教室 他本想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大别墅 没想到被问题儿童班抢先了一步 他记得这里好像是入坚所在的班级 正当罗诺威兴致满满想要给问题儿童一些华丽意见的时候 面前的问题儿童全都宛如死尸 把两人都吓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问题儿童几乎都遍体鳞伤 入坚解释其实是关于他们在音乐记上表演节目的事情 既不用让普尔森站在台前 又可以让大家引人注目的表演 很简单只要有比普尔森更加引人注目的东西就行了 这里他华丽的火焰就派上用场了 只要他把火焰丢出去 然后男生负责躲避 躲闪的男生就当作是背景伴舞 女生唱歌然后普尔森演奏 其他人无语那怎么可能轻松地躲避 简直就是地狱绘图 阿斯自豪入坚就可以从容做到 游戏魔认为不用在音乐记上这么玩命吧 眼镜娘生气了 不能赌上性命什么的 难道是在小看舞台吗 他们不知道眼镜娘为什么这么生气 如今只好解释因为眼镜娘很喜欢恶斗路 普尔森见状又想悄悄消失了 巴拉姆曾经也说过 首先就是实战演练 眼镜娘表示烧伤的部分就由他负责冷却 让他们品尝什么是冰火两重天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罗诺威开心准备回去报告他们没有节目 被他们急忙拦住 之后罗诺威看了他们准备的几个方案 认为有够无聊的 让他们不用叙叨叨讲一堆 自己都无聊到换了三套衣服 他问问题而同 这些事已让学生们觉得好笑为前提的表演吧 他们认为如果不好笑的话根本就赢不了 表演跟上现在的流行应该比较好 罗诺威表示他们的肤浅心思已经被看穿了 在以前的音乐记中 以搞笑为目标的班级获胜什么的从未发生过 就连拉夫拉对他们的节目都不抱希望 他严肃表示要做的话就认真做 好好做好想做的事情 是恶魔的话 无论如何都要以自己最强烈的欲望 来与对方一决胜负才对 不是真心享受快乐的恶魔 是无法站在祭典的顶点的 他们没想到罗诺威能说出这么正经的话 罗诺威问陆坚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看到所有人都关注到自己 陆坚表示想和大家在一起就好 他认为13人齐聚 想做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小老弟们听完都心花怒放 在音乐记上一起表演也是很少见的 但是一起的话要以什么形式表演就难到了在场的各位 眼镜娘突然说到 自己有一个说不定是很好的表演 华丽又激情也非常辛苦的 恶斗路界竞技的舞蹈 那是给恶魔们带来欢乐的恶斗路 升级进化而来的形态 便是恶斗路团体 以组合为形式跳出完美的步伐 其名为地狱之舞 但是恶魔原本就不擅长集中精神 还要和其他多名恶魔一起完美的配合上动作 更别说长时间不断的 被强迫重复跳着同一个舞蹈动作 对恶魔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苦痛 跳到最后的就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而已 眼镜娘表示即使6个人都超级难 更别说13人的舞蹈 当真的话可能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吧 跳地狱之舞如果不能全员协调是做不到的 只要有一个人做错了动作 整个表演就毁于一旦 这是把双刃剑 失败的话可能还会降级 他们听完决定就是这个了 要乱来的话就是现在了 高风险高回报 不这样的话是无法瞄准胜利的 罗路威看到他们已经决定好了 音乐际问题儿童班演出的节目为地狱之舞